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桂林,除了吏股之外 另一条肛 桅花江另一个角 現代化的風雨橋,這個中間高了上去 看上去,橫木就好像是木頭 但實際上已經是石屎,又是木的樣子了 這裏實際上是一條普通橋,汽車都可以隨便過了 風雨橋上,老家村 很奇怪,他們不是姓老的 因為當時有五個兒子,一二三四五個音就好像是老字 以後就叫做老家 這就是老家村的佈局 經過這條風雨橋進來,就有石榴汁檔 即渣石榴汁,加上白香果也可以 這個是加白香果,白香果裏面有些雲 對,蜜蜂,那個是 證明是好東西,有蜜蜂 都要三個才拿到一杯 三個不知道夠不夠,押完才知道 看一下吧 阿包圍巾都有 現在幾千杯 十一元一杯 十一元一杯 十元買了三個石榴 現在再加一個白香果 三十五塊 要四個才拿到 嗯,對,要四個 這個紙就不太多,比較細一點 但是呢,就以一瓶計 你要兩杯果是嗎?可以再擺成果 這樣就是一壺一壺,有幾好辦法 很過勁一杯 員工參加訓練,齊齊跑步 有幾好 這個村子很出名就是做豆腐的 所以,在這裏立即有一個景 就是豆腐世家 已經浸了一些豆 然後放在磨那裏 在磨 就出了很多豆漿 西絲豆腐 他們可以做好多樣東西 煎豆腐 豆腐花,豆漿都有 各樣東西都做到 加菜,豆腐花 可以鹹,可以甜的 加些東西下去 另外一檔 老家第一杯 他們叫豆腐露 即豆漿,豆腐花 很多東西吃 很多東西吃 水香模式的老家村 因為房屋很有特色 已經被商人看中了 已經變成一個商業的村 他們自己的村民搬去遠一點 另外那些區域再見街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為是收回它 做一個新的魚村 然後就趕那些人走 你先先去住店 我見好了之後你再簽 我拆了你的房子 你本身有200個平方 我拆了你的 但是我蓋這間房子兩百元 這間房子一百六 這間房子我還可以補回錢 即是現在蓋這些已經不是以前古時的房子 全部新建的了 對 九十零八年新建 但是那個形式是沒有 是古老的形式 這個目的政府蓋的時候 是給村民還是給人家做生意 給村民 不過村民就全部賣 你想自己做你就做 你不想做你就供給別人做 這些是廚藝來的 做生意 做生意 爐家米餅 看樣子有特色 7種顏色 這裡有一種是劉三姐 不同的招牌的產品 進來有一個花園 這裡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酒店 這裡有一間比較大一些 這裡有一個船閘 可以來往 可能是上升、下降等方式 一人可以回到自己的方向 或者其他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裡走出來是一路去的 就是去盧笛岩的景区 但外面已經是很美的景色 這個邊邊的地方 見到一個百壽園 左邊寫著桂林老家村 很多很多壽字 聽覺得好嗎? 很美味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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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果然进步 激光射击 用电动方式射过去 那就是可以不用射东西 射中的时间 球真的会很难 有说话鼓励 挺有意思 计算分数 射得很棒 有东西选择 拿了这个做奖粉 它很棒的 这是发热线 电脑对应了 如果射中了 它就会发热 会烧破球 真的棒了 词曲 杨茜茜 词曲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起菜之前 将它分开 表面那一层 令纳纳做得很好 虽然在外地都吃过 东南亚地区 但是这个是中国的 中国出的 里面有整个包着 然后再有石纸 跟东南亚地区的不同做法 这个是港西桥花鸡 很干净的 没有泥 这个是面包鸡 里面有汤水的 这个是鸡肉的 这个是鸡肉的 这鸡肉呢 帮它剪开先 帮它剪开 等它一会儿用鸡肉吃 为什么随便大根豆呢 黑了了了什么随便吃个楼呢 黑了了了什么随便散阳山呢 什么随便公白头呢 哪個阿哥對上來 我只唱就答了 多謝 多謝 這個是較早開的桂立北站 西站是後期才開的 所以較為古色古香 比較舊式一些的車站 整個大堂黑色的 在旁邊的車站 是在車站 在車站 是在車站 在車站 離開桂立北站 要行車三個小時 這輪圈是最快的 行車是241公里 河洲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